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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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执行人陈某向林某借款一千三百万元 邓光信邓双全父子和任某作为担保人 将一块七千平方米的土地抵押担保 由于到期没有偿还债务 林某将陈某起诉到了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最后三方在法院达成了一份调解协议 调解书第三条是这样表述的 它的意思是如果被执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话 他们第三方就是说那个担保人就同意 如果要卖地的话 土地买卖的钱就优先收藏给申请人 2016年10月林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同时要求法院对被执行人陈某不采取任何措施 只拍卖三名担保人名下的土地 立案执行后 林某的朋友又向执行法官提供了一份土地租赁合同 合同显示三名担保人的土地 在抵押担保之前已经出租给了他 而且是租金已经一次性缴纳了二十年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土地要进行拍卖的话 它的价值极大的一个贬损 已经比以前低了很多 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和担保人 一系列的举动 让执行法官黄建峰感到十分蹊跷 于是黄法官决定从被执行人入手 将这起执行案件调查清楚 前一段时间我们发现他有这个可能是 串在一起的 我们就把他列了私信 又限制高车费 还有把他营案账户全部冻结 他就非常紧张 以前态度不是这样的 现在就显得有点 他就紧张了 就配合了 陈某向法官交代 本案中的实际借款人 其实是三名担保人 他只是替三人以公司的名义 向林某借款 而林某的目的则是想得到 他们名下的土地 由于当地禁止工业用地的买卖 双方就想等到案件进入执行阶段 通过拍卖的方式 将土地过户到林某的名下 陈某称 林某的朋友与三名担保人 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 其实是伪造的 因为土地如果带租排卖 其经济价值就会极大缩水 这样除了林某 也就无人会来竞拍这块土地 也就是说根本就不存在这个租赁是吧 哪里是租赁 什么都没有人 在法院邓氏父子有七起 经济纠纷案件已经进入执行阶段 且他们均为被执行人 而他们主要可供执行的财产 就是这块土地 如果土地低价被林某获得 那其他申请执行人的利益 将无法得到保证 涉及的这个债务大概有三千万 其他案件的申请人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意见 他们就向我们反映 债务员跟担保员一起串通起来 要保护这个土地的使用权 不让其他人得到这个土地 他们就转移资产的一种形式 有可能 因为他们是全部人都是非常熟 一千三百万的借款 到底是谁欠谁的呀 七千平米的土地 到底是抵押担保啊 还是已经私下买卖了 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 担保人 这三方的行为看上去 不合常理呀 你看 该着急的不着急 该现身的不现身 而且还冒出了一个 拿着二十年租赁合同的案外人 执行法官察觉到 这好像是有人故意做了一个局呀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 机关重重的局 在案件执行过程中 法官曾多次传唤三名担保人 到法院核实情况 但三人始终没有到场 黄建峰法官决定 让被执行人带路 主动去找三名担保人 现在你要你配合我们工作 我们要调查核实 你打完就要回来 在他回来之前你别走 邓孙 邓孙全是吧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在你这个店里面 七点半 就七点半 给你一个小时 邓光信发言过来吗 没错 你打到电话 经过多次电话联系 邓氏父子一直不肯露面 就在此时 被执行人又联系到了 另外一位单人 任某 法院这些人过来这里调查我们 看看那块地怎么处理 你看看 你有空 你在哪里好呢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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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一下我过去找准了 你你在那一圈大厅拿去捆钱呢 在捆钱呢 在捆钱 我还得找你一下 我还得找你 不是 我现在已经在这里了 我去大厅门口的人 找两个人在那边看着 那个人不肯说在哪里什么地方 估计就可能引人通风报信了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小时 任某一直没有出现 法官决定 让酒店的工作人员替代罚警 逐个房间寻找任某 经过除衣对比 酒店的工作人员也没有找到任某 于是被执行人再次拨通了任某的电话 我跟你说 如果你在南海一圈 你现在就出来 我们就在门口 我明跟你说了 没有 是吧 没有在 没有在那边 如果你没有在 明天早上九点钟过来 有没有问题 可以 可以 可以是吧 那不要说我找你 你不来 到时候不要我 具体过来就没意思了 明白吗 他可能就是一个反民之计了 确实我们执行观众 很多时候就这样子 非常的困难 晚上八点多 邓双全突然主动电话 联系了黄建峰法官 邓双全表示 他和父亲要当场向法官解释 关于向林某借款和土地租赁的事情 租了这块地20年 有没有这回事 这个应该是有这回事 是不是真实的是这样子 是 它是真的 真实要租 我知道有我签名 有我父亲签名 还是在我签名 邓双全称 土地的租赁合同确实存在 但向林某借款的事 其实是父亲一人所为 他只是配合父亲在调解协议上签字 由于自己经济收入有限 在法院的其他几个执行案件 他还暂时无法履行执行款 反正是有一点我就给一点 有一点就给一点 有没有 你现在有没有收入 我现在收入就不怎么多 一个月几千块钱这样子 在法官面前 邓光信承认了自己向林某借款的事实 但关于土地是何时被租赁 他已经记不清楚 虽然到法院也做了笔录了 但邓氏父子和被执行人的说法 还是有出入 这相信谁呀 第二天一早 这任某就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法院 在法官的连续追问之下 任某顶不住压力了 说实话了 就是一个是亲起来的嘛 而一个是说的他要给我一部分钱嘛 当时是因为我这个人 就比较信任嘛 说人家是怎么说 我就觉得是没问题嘛 在法院里任某交代 租赁合同其实是三人伪造的 由于和邓氏父子有亲戚关系 出于对他们的信任 他才配合父子俩 在租赁合同上签了字 在调查中黄法官还发现 邓双全名下其实还有店铺在对外出租 且每两个月都会收到租金 这些情况在成租人那里也得到了证实 这个是租金是吧 租金 案金都有 多少钱一个月啊 一万八 一万八一个月 这个是邓双全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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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些都是做两个 他也是邓双全签的 三万六 三万六跟那个十万案金都是他签的 根据成租人提供的材料 当天下午 法官再次将邓双全传唤到法院进行核实 这个是不是名下有个铺 24号到26号那个卡位是不是有 那个是我的 有没有出租啊 那个铺有出租 那为什么不向法院报告啊 这个就不懂了 是我就不懂了 一个月一万块钱的这个租金 有没有跟我说 昨天晚上 我给机会给你说 不是这个我是不知道的 昨天晚上问你还不知道 不是你没有 我昨天晚上问你 有没有收入 你怎么说的 不是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打工 收这个钱 我说实话 你要问 收这个钱 你要问他的 都是他在收 你有没有收过 我没有收过 从来没收过 对 在师傅里签名 是不是你签名 是不是 是不是邓双全 是不是你签名 十二万师傅里收的 是不是 是不是你签名 我这个是搞忘了 是不是你签名 是不是你签名 我就问你 是 是是吧 为什么都打到 德亨公布 就是昨天我去找你那个地方 你那个店 你说不是你的 为什么租金 就会打到那个店上面去 你说你打工的 为什么 你回去好好想想 好 现在决定已经出来了 你 你跟着法径走 广东省 中山市 第一阅明法院决定输 经查证 邓双全在其他执行案件中 作为被执行人 没有向法院 如实申报财产 法院决定 对邓双全 拘留15日 拘留期满后 邓双全再次来到法院 并主动向其他执行案件中的 申请执行人 支付了100万元的执行款 法官在调查中还发现 邓光信邓双全 有隐藏转移财产的行为 决定以涉嫌拒捕执行 判决裁定罪 将二人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目前公安机关 已掌握邓双全的犯罪证识 并将案件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 什么目的 个人利益最大化呀 总有人用看似合理合法的方式 来挑战法律的尊严和底线 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和案外人 就是这样 处心积虑地要跟法官斗智斗勇 想方设法地要挑战法律底线 这个案件的案情啊 可以称得上是扑朔迷离 盘根错节 执行过程也相当的漫长和艰辛 但最终还是水落石出 真相大白 确实 执行工作是通往实现公平正义的 最后一公里 执行法官则无旁贷 但是在实现公平正义漫长的征途中 不应该只有执行法官单打独斗 法律法条的完善 诚信机制的建立规范 其他部门的配合联动 也同样是实现公平正义的 有力保障 我是卢一鸣 明天见 他在深圳街头流浪多年 来在深圳这里都16年 寻到家人却拒绝回家 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他不已 得知失踪儿子在外流浪 亲生父亲为何会自责不已 扑朔迷离的事件背后 到底有何隐情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神秘的流浪者